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听到 美国本土券商这个关键词 是不是脑海里立刻就会冒出一个这样的疑问 他们有中文的APP和客服吗 我这里要非常高兴地告诉你 不但有 而且这四大券商还各有特色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顺手牵羊资产配置 移民旅居国际教育 一个关于无国界生活方式设计规划和财务自由的频道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 11月1日 中国正式推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个人信息安全法 老虎 富途 威牛等一众中国资本背景的跨国券商 却被爆 在用户信息安全以及合法化 合规化方面存在风险 与此同时 远在美国的华美银行也主动与上述券商划清界限 在11月1日前 正式停止了该行向这类跨金券商的转账汇款业务 大风起稀 云飞扬 安德韭菜稀 熟四方 作为韭菜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是好呢 经过我的仔细研究 目前的最佳解决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果断转场 欢迎来到美国本土券商 那么美国本土券商究竟又有哪些好的选择呢 今天这个视频带你揭晓 Let's go 我今天在此讨论的美国本土券商 前提是要能够接受国际投资者 所以我首先排除掉了 富达投资 Fidelity Etrade以及Robinhood 这类只专注于美国国内居民开户的江湖老大哥 既要对国际投资者友好 又要在道上名声响叮当 经过我这么掐指一算 能够入我法眼的只剩下这么四大天王 他们分别是 加信理财 得美利证券 盈透证券 和第一证券 话不多说 以下我将从背景实例 交易佣金和开户门槛 用户体验 服务水平和社区建设 以及可交易种类 这几大方面来一一分析 第一要素 背景实例 券商的背景实例 对于我们这些小九九来说 往往就代表着来年整着满头税的安全性 所以它绝对是硬核第一要素 首先 这四大券商全部都是美国证券投资人保护公司 SIPC成员 为投资者的账户 提供高达50万美元的证券账户保险 举个简单的例子 持保的券商出现倒闭的现象 我们作为投资者 在这个券商下开设的账户 也有高达50万美元的保险赔偿 其次 这四大本土券商也都是美国金融业 监管局 FINRA成员 比如FINRA严格禁止 差价合约 从而保护我们投资者的权益 这四大美国本土券商的安全度都是极高的 如果一定要对比他们之间的差别 那么主要就是在于客户资产管理规模 也就是AUM 这里我做了一个列表来对比分析 加信理财的AUM是7.6万亿 德美利证券是1.3万亿 盈套证券3600亿 低证券也有大概700亿美元左右的AUM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加信理财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收购了德美利证券 目前两个品牌仍然是独立的 但是后续很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融合 好敲黑板了 在背景实例上 我的小结论是 1.加信理财 2.得美利证券 3.盈套证券 4.低证券 第二要素 交易佣金和开户门槛 在这四大券商里面 除了盈套证券 加信理财 德美利证券和低证券 对于股票和ETF都是完全免佣金的 其中第一证券甚至对期权交易 也是零佣金免合约费 关于开户门槛 目前德美利证券 盈套证券和第一证券 是零开户门槛 加信理财则最低 要求入金2.5万美元 除了开户的入金要求 各个证券 开户的难度也有所区别 相对最简单的是第一证券 我亲身实测 5分钟完成开户全流程 其次是德美利证券 大概20到40分钟 再次是盈套证券的开户 整体上和德美利证券 开户时间不相上下 加信理财属于较复杂 至少需要好几个小时来开户 又到了敲黑板小结论时间 从以上的美股交易佣金 和开户门槛上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 在背景实例中落后的第一证券 无疑在此最具优势 德美利证券紧随其后 融透证券则在交易佣金上相对劣势 而加信理财有一定的门槛 比较适合较大额的投资者 所以第二轮交易佣金和开户门槛PK 结论与第一轮背景实例PK排名 有显著区别 一 第一证券 二 德美利证券 三 融透证券 四 加信理财 第三要素 软实例 用户体验 服务水平 以及社区建设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听到 美国本土券商这个关键词 是不是脑海里立刻就会冒出一个这样的疑问 他们有中文的APP和客服吗 我这里要非常高兴的告诉你 不但有 而且这四大券商还各有特色 说到软实例 不免就会带上一些个人的情感和价值偏好 这里结合我自己以及家人开户和使用的亲身经验 我们一致对于德美利证券的评分是最高的 德美利证券不论是官网申请开户 还是使用期间遇到问题客服通话 以及Think or Swing这个APP的使用 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 方便 此外 德美利证券不论在官网 还是微信等第三方平台 都有完全免费的投资学习课堂 而且全程都有中文服务 界面也是非常友好的 第一证券和嘉信 德美利这些传统券商巨头不同 它在1985年 有美籍华人刘锦航在纽约法拉盛传理 从97年就开始定位在网络交易 所以它的APP和网络中文客服等等都比较给力 使用体验也是非常流畅的 而嘉信理财不论是网页还是APP的操作界面上 都相对老气呆板一点 但是特色是券商账户和银行账户为一体 入金拿标后 还为国际用户提供一张全球曲线报销手续费的LISA借记卡 盈透证券虽然有提供中文客服 但是操作界面更像是Windows98 然后盈透的中文客服也会难找一点 因此 综合来说 我对这四大美国本土券商 针对我们华人群体的用户体验 服务水平社区建设的排名如下 1.得美利证券 2.低证券 3.加信理财 4.盈透证券 第四要素 可交易种类 说到可交易种类 美国本土券商可以说是拥有超多超权的投资标的 不仅仅拥有像是股票 ETF 期权 期货 还包括像是共同基金 债券 外汇等等这些老虎 富途 威牛 所不提供的投资标的 对于侧重美国市场的国际投资者而言 这四大本土券商 可提供的投资交易种类是差不多的 实力应该说是不相上下 如果放眼全球来看 谁更强的话 盈透证券除了美股 还可以交易欧股 澳股 加拿大 日本 新加坡 香港 等等股市 盈透 绝对算是全球券商里面 覆盖范围最广的券商玩家 因此 可交易种类的排名 如下 1.盈透证券 加信理财 德美利证券 第一证券 并列第二 看完以上的介绍 大家最中意的美国本土券商 到底是哪一家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也欢迎大家分享属于你的真知灼见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在此 我恳切地建议大家 尽早登陆美国本土券商 至少是将一部分投资资金 转移到美国本土券商 毕竟分散风险 永远是我们资产配置的 第一要务 关注我 走上全球人无国界 生活方式设计规划 和财务自由之路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个喜欢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留言哦 顺手牵羊 每周更新 我是小顺老师Sean 我们下一个Vlog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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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